孙先生家的客厅墙面底部 镊子大块脱落 一些地方都发霉了 这种情况其他房间里也有 这种家里反正这个 脱皮啊什么的发霉情况 潮湿呢我们实在是住不来的 孙先生一家住在杭州渔航区 咸宁街道的原封家院小区 房子在一楼160多平方 是2018年2月份交付的 他说当年年底搬进来之后 就已经感觉到屋里潮湿 这种情况没有架空城 这个地下室没架空的 天气热下面凉 他又水汽上来 孙先生说 小区里只有他们31状和25状 没有架空层 一楼似乎人家的情况都是如此 记着来到孙先生的邻居孙女士家 就是我那个 像电视柜这种 只要是木头贴着挨着墙的 全部都里面那个 那种木材的 全部会腐烂膨胀 然后全部整块掉下来 然后做过第二次修复 现在还是出现 然后墙体这种掉落 然后墙面全部是 拱出来的那种 孙先生说 他们这几户人家向街道反映过 2019年 街道找人在房子周围挖了一条沟渠 但屋内潮湿的情况 没有明显改善 他本身建设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没有没有地下室的 没有没有地下室包括说他这个房子是在三角下 相应的水汽会比较负极一点 所以说特别到夏天啊 煤雨季节啊 就是雨水比较多的季节 潮湿现象会比较的严重一点 那么之前呢 他们村民啊 向我们反映情况时候 也上门去相当的给他们请维修 我们在两幢房子周围挖了一条排水沟 来缓解他那个水汽渗入情况 也过了两个黄梅 相当过了两个梅雨季节啊 来看他一个效果 不是特别的理想 看原封家院的地理位置 西面是一大片水域 小区的31状和25状都靠近南面的山体 那这个问题能不能彻底解决呢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最近咨询了相关专家 这个月底前 上面再去看一次 看能不能提出新的方案 能够去解决他一个问题 那这个咱们这个 大概多久能解决 这个不好说 还是要看 现在看了以后的一个结果 几位业主表示 可以再等等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